一顆顆文旦高瓜樹上結實累累 就是要8月10號進入採收期 偏偏這時候 中國官方又片面宣布 禁止台灣農產進口 台灣文旦也在列 那你要找另外一個市場 讓我們有別的市場可以去銷售吧 台灣農友大跳腳 但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已傷逼陣 早在去年3月就宣布 停止台灣鳳梨世家聯物進口 今年6月13號又再對石斑魚下禁令 甚至就在裴洛西來訪前夕 中國海關總署又突襲式宣布 禁止上百家食品廠產品進口 8月3號接著又宣布 禁止台灣的柑橘類 竹甲魚和白帶魚進口 他說因為檢測到我們 這兩種魚種的包裝品上面 有COVID-19的病毒 全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用這樣的方式阻礙農產品的進口 我想這個在國際的農產貿易裡面 也絕對會再留下歷史一筆 禁止取消行程 親上火線說明 這一次中國暫停進口後 推估白帶魚逐家魚受影響約4500到5500公噸 而文旦受影響約5000公噸 其他柑橘類則有約3000公噸 出股損失至少8億元 針對所有的這三大類的品項 我們會認為 這一些在整個國際的貿易規範底下 是不符合的 我們會到WTO距離力增 每600元就可以抽中200元的農油券 我們預計提供30萬份 農油券在全土重來 現在確保農漁民生計強化海內外市場脫銷 打抗中國經濟封殺成了當務之急 歡迎新聞成員為李文玉 宋芷寧 台南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